为推动社区部落妇女手作创意 县远林政府林品阳和吉阿都曼文化发展协会 请来了珠宝盒编织课程讲师 在平和活动中心举行了课程 为部落居民教学及经验交流 如何用创意手作编织珠宝盒的研习课程 激发部落居民有更好的手工艺创作思维 参加研习课程的居民约有30多位 由多年手作创意教学经验的老师 指导居民如何使用麻绳线编织评结与变化 经费舍助的议员林政府林品阳均表示 艺术原本就来自于生活 而在原住民的文化里信手拈来的作品 就是鲜明所留下来的智慧 那看到去年到现在 已经是革新应手 所以我这个忠诚教官 要推广出去到我们16个部落 也希望我们的监视者 阿渡漫的部里们 有两个围义组 去移到这个部落去探讨一下 到时候我们这个议员 两位议员再把这个活动清费 来碰到我们收工箱 结合我们社区的妇女姐妹 那一起来举办这次的研习活动 我想这次我们的妇女姐妹都非常的开心 因为可以透过活动 那一方面增广见闻 那也能够多交几个朋友 那大家一起互相学习 这个手工研习的这些常才能够累积 让他们更多的一个概念 那可以衍生 他们周边想要去做的事情 能够衍生过去 那让妇女姐妹 能够得到更多的收获 创意在无形间产生 更运用了色彩美学 以及编织技巧 构成了丰富美丽的图示 运用在生活物品 盛装之用 造型简单 制作朴实 对应了数学原理与几何概念 一步步的完成编织的过程 在教学中 更可以教导学员 学习创造力 最有趣的就是 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创意 引导学员丰富的想象力 落实在每一件物品上 增加了成就感与学习的动机 记者连结 收封箱采摩朗